司令员同志 如果是抗日工作 我坚决服从命令 可这分明就不是啊 谁说不是 去见你娘 也是抗日工作 知道吗 这算什么抗日工作啊 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 司令员啊 叫舅舅 是 舅舅 去换衣服 马上出发 快去 快去 是 没有事非归 没有这几名 嘟到什么呢 你笑什么 你现在这样 跟你娘当年 特别像 我才不像她 你说不像就不像 你不光长得像你娘 比她更僵 比你娘还僵 云霞 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一会儿见了你娘 高兴点 别老像小孩似的 撅着个嘴 叫娘 听见了吗 那我还是别去了 舅舅 我去可以 但是我绝对不会管她叫娘 我娘在延安呢 叫也得叫 不叫也得叫 这是命令 咱们这次不光是去走亲戚 还有工作 知道统一战先吗 知道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共同抗日 对 这次去见你娘 咱们就是去完成一次统战的工作 走 姑奶奶 你去哪儿找你半天啊 啥事啊 大舅子来了 啥 你咋不早说你 这么差 看见你吗 去 打点酒去 别愣着 下手真狠啊 哥 哥 你去哪儿 大妞儿 我听说共产党的队伍到了黑湖山 我就知道你肯定回来了 咋样身体好不 好好好 来 白大哥呢 咱你一个人回来的呀 老白没来 大妞儿 那这回啊 我给你带了另外一个人回来 谁啊 云霞 云霞快出来 摩操啥呢 这黑姑娘是谁啊 云霞 叫人啊 叫人啊 舅咋跟你说的 叫人啊 舅舅 拥有咳 可 她是我的舌娃 我不叫舌娃 我叫云霞 葛云霞 这是她到延安上学改的名字 大妞儿 这就是舌娃 孩子长大了 你 玉霞 玉霞 你叫我 娘 好 我竟然在这儿哭了 快 哥 来 说吧 咱进屋 我给你们做饭吃 我找老三有点事儿 你去啥呀你去 我好陪着你啊 听话啊 走 听话 咱进屋去 不管他 哥 你待会儿记得回来吃饭啊 你快走啊 听话啊 哥家大哥 喝茶 那你们就先聊着 我让木头去准备饭去 石泉寨有她妹妹在 咱们准备人呗 那怎么 你去拿点咸肉还有鸡蛋 给老爸媳妇送我去 行 北达大哥 咱们可是好久都没见了 好像不对吧 咱们前些天不是刚刚打过交道吗 只是没有照面而已 是吗 不是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是 余先生 葛先生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这黑谷山的事儿我们也都听出了 可真不是我们石泉寨干的事儿 他西连池 用兵巧妙速战速决 突破点选在了野鸡里 那可是日本鬼子包围圈中最薄弱的环节 你觉得潘老大他做得出这种事儿吗 他潘老大也当过兵 是 潘老大是当过兵 据我所知 他就是一个没上过战场的军需官 对吧 余先生 你们石泉寨为了抗日出了力 你为什么不承认呢 你是怕我们拔路军不领你的情 还是怕日本人 我回家了 你站着干啥呀 快来 你快过来坐 娘娘好好看看你 你快吃啊 这都是你喜欢吃的 这个柿子里 可是咱们都吃了 咱家树上接的 那个 你渴了吧 我去给你借点白糖 给你弄白糖水喝啊 你坐着 我马上就回来 老乡 你不要忙活了 老乡 你管我叫啥 我们八路军有纪律 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我哪是别人呀 我是你娘 摄娃 你看 我不叫摄娃 我叫葛云霞 你可以叫我云霞 也可以喊我同志 云霞 同志 同志的意思就是 知道 白大哥跟我说过 咱们共产党 都把对方叫同志 你也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 我不配 娘就是个粗人 哪能跟白大哥你舅舅比啊 来 你坐 娘给你弄核桃吃啊 来 都弄干净了 我放这儿 你自个儿想吃就吃 对了 我听你舅舅他们都说了 你在延安上学的时候 学习特别好 门门功课都得第一 我特别高兴 那都是党教育的好 是我妈妈照顾的好 你 妈妈 我妈妈在延安 这些年来 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他对我很关心 很照顾 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世娃 云霞 你这名字真好听 还是共产党有本事 娘也想好好地照顾你 娘也想好好地照顾你 可你舅舅非要把你从我身边带走 说你跟我会学坏 老乡 这次我们来 不是来走亲戚的 是要有重要的工作要谈 对 白先生说了 你们共产党办的都是大事 你看 娘能帮你做点啥 你就说 于老三 你应该知道吧 对 是吧 娘咋能不知道啊 他是你 他是刀客也好 土匪也好 这都不重要 我们党的政策就是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共同抗日 把日本侵略者 赶出中国去 爹没有 娘咋你先坐一下吧 娘咋 你妖爹也拿不出来啊 是不是 娘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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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她娘 你站着干啥呢 你过来管我孩子 你看她闹她 娘咋 娘咋 不要 没有 早晨 别闹了 你这么大人 咱连孩子都好不好呢 能怪我吗 行了 少声点 我闺女在里面呢 早晨 乖 让天上街 我给你买汤去啊 走 我都在屋里面 你赶紧去吧啊 接待你去买汤 中国汤 你咋回事啊 咋哭了吗 没事 爹你快点 快点 跟坤女 快点 别急着我 走走走 你咋在这儿站着呢 孩子小不懂事 他是早晨 好了 我先走了 你还没吃饭呢 我已经说过了 八路君不能随便吃老星的东西 我舅舅拿 我带你去找 走吧 老板 媳妇 你咋来了 这是龙哥让我送来的 这家里来了客人 咱们不得做点好吃的吗 拿回去吧 他们不在这儿吃 为啥呀 这你哥好不容易来一趟 这位姑娘是 她是 她是云霞同志 云霞同志 老师 你好 我哥呢 在我家呢 哎 老师 我呢 我招了我 我招了你 这是什么 我招了你 不要着为了 我招了你 我招了你 他真的不在销售 你这人不在销售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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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咱们的中国大地上 怎么为非作歹 横行霸道 都与你们实权债无关 你都会置之不理是吧 大概是这意思 这姑娘到底是谁啊 你不认识 怎么办不回事 你坐吧 请问余先生 你是中国人 我是实权人 实权不属于中国吗 中国太大了 我管不了 我只想管好实权债 如果每个村子 每个寨子都跟实权一样 不许日本人进门 那中国 是不是还是中国 你说的有你的道理 可问题是 谁的问题 谁来负责人 国民党几十万大军 不还是放风而逃吗 让日本长取植入 那也是我余老三的问题了 余先生 你曾经也是一个军人 军人的血性 和骑马的民族自尊心 难道在你的心里 一点都没有吗 我已经忘记 我曾经是面军人 那你没有忘了 你还是个中国人吧 这位姑娘是 请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从来不回答 我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你来干什么 赶紧出去 你就是余老三吧 请问这位姑娘的方名是 我叫什么不重要 你只要知道 我是一名抗日战士就行了 我不是让你在 年户里待着吗 你干什么来了 你先回答我 你还是中国人吗 大妮 那姑娘 不会是蛇娃吧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承认了 你怎么了 你是哑巴了 还是看见姑娘 高兴得连话都不会说的 你这 你怎么这么不咬心呢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大娘 你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条狗 但是你记住喽 我是十权债的看门狗 我看你不是一条看门狗那么简单 你是想当日本人的走狗 等一下 你别管 把枪收起来 他们怎么来啊 是不是吵起来了 像他这样的刀客土匪 你们有没有要跟他降生 不得必要 让你把枪收起来 我玩枪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你开枪了 你打死我呀 于响 他是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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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是蛇王 他认识 那个人 宇老三你给我亲好了 如果哪天你让我知道 你做了日本人的走狗 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沈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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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从四岁来到石全寨的时候就叫蛇娃 什么时候改成云霞了 你谁啊 你不认识我了 你到徐玄寨的时候还没有到济世的年龄 我叫明月 是你的三伯母 你小的时候特别好玩 什么胭脂盒啊 布娃娃啊 糖果啊 你都不喜欢 只喜欢枪 这点和我小的时候很像 你也喜欢枪 是啊 可是我不像你那么早 我五岁的时候才开始玩枪的 你忘了 我还带你出去打过枪呢 那你的枪法一定很准了 当然了 我父亲有很多警卫员 各个枪法枕 可是他们都没有一个敢跟我比的啊 那咱俩别比 比啊 我的枪 我有 你的枪真不错 蛇娃 这里不行 会伤人的 我不叫蛇娃 我叫云霞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比枪法 如果我输了 我就听你的 可是你输了 你要听我的啊 比就比 再商量一个事好不好 比挺漂亮的小脸 能不能不要拉那么长 干啥呀 干啥呀 这 葛春伦 我问你 我的女儿呢 这娃跑得还挺快 我问你 我的蛇娃 当年那个 离开我就吃不了饭 睡不着觉的蛇娃呢 大女儿 十几年前 你怕蛇娃在瑜伽学坏 强行从我身边带走 说是啊 要把她带到革命根据地去 给她好的教育 让她有文化 让她优秀 结果呢 这就是你给我带回来的好孩子 是吗 大女儿 你听我跟你说行吗 我不想听 我有个国民党的儿子 现在不认我 这有个共产党的女儿也不认我 我葛大女儿到底做了啥 上天害理的事 老天爷为啥要这样对我 大女儿 你别这么说 你别这么说行吗 葛心里难受 葛对不起你 你别说对不起我 我要我的女儿 我要我的蛇娃 大女儿 你可以怪哥心狠 这么多年 一直都没让你见到孩子 哥对不起你 可是哥可以 问心无愧地跟你说 这么多年 孩子在我身边 我没让他受一点儿委屈 我是看着他长大的 蛇娃是个好孩子 在学校她是一个好学生 在我们队伍里 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 大女儿 那我的女儿呢 她优秀了 她就能不认我这个娘了 我看了她十几年 我等过她十几年 眼巴扎的和女儿盼来了 结果 你是娘都不肯叫 你知道她管我叫啥 叫老乡 你说我咋叫陈老乡呢 你说我咋叫陈老乡呢 还不如让她杀了我呢 你来吧 你来吧 还是你先来吧 你来吧 你真行 我认说 你知道吗 刚刚您打枪的样子 跟我妈妈特别像 你妈妈 你妈妈连枪的保险都不知道 谁说的 我妈妈是游戏队队长 枪法可准了 你有几个妈妈 就一个 她在延安呢 蛇娃 你不许叫我蛇娃 蛇娃 你忘了 我们刚刚的约定了 那好吧 这是你一个人叫我蛇娃 蛇娃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葛大妮也是你的妈 有啊 舅舅告诉过我 白叔叔也告诉过我 那你为什么还 我就是不喜欢她 她很疼我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疼我 但是我知道她对不起我二舅 她非得嫁到仇人的家里来 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 小刘叔叔 她是我舅舅的警卫员 她在送我到延安的时候受了伤 后来就留在了延安 我们是好朋友 那我们算不算是好朋友呢 我们 我们只能算是朋友 不能算是好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嫁给刀客的女人 小刘叔叔说刀客就是土匪 专门靠抢别人的东西过日子 好啊 那我们换一个话题 你刚才为什么和龙哥吵架 龙哥 谁是龙哥 就是刚刚和你舅舅谈话的那个 鱼老三啊 不许没大没小 他是你三伯伯 他才不是我三 三伯伯 三伯母 你不会是 鱼老三的老婆吧 那我们现在连朋友都不是了 你等等 如果让我见到 你那个所谓的好朋友小刘叔叔 我一定会杀了他 你凭什么杀他 因为他用自己的成剑 教坏了一个孩子 你咋来了 刚才我那么对孩子 你不怨我吗 我怨你干啥 你又不知道他是谁 反倒是这孩子 他这么跟你说 这么对 我这心里 我这心里别提有多难受 你看 你看孩子刚才拿枪对手那股劲儿 像不像你年轻的时候 其实只要孩子过得好 那不就是咱俩心里都想要的吗 别别为难自个儿了 好 他过得再好 也不能不认咱们 那 那认不认的也 也不是咱俩现在熟了算的 是吧 这孩子不认我可以 可咋能不认你这个爹呢 我跟你说不能为难孩子啊 千万不能为难他 你啥意思啊 是你不想认他吗 我 我咋就不想认了呢我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啊 你啥意思啊 这事啊 走一步看一步吧 那你儿千万别苦了自己 听听没有 千万别苦了自个儿 我是怕苦了你 不苦 要是单树呢 咱们去你三伯伯家吃 要是双树呢 咱们去你五伯伯家吃 来 吹一口 好嘞 单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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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今儿啊 要讹你三伯伯了 你咋才回来啊 你啥时候吃饭啊 就算我不饿 这孩子还饿了呢 你们到旁人家去吃吧 我没精神 这 这可是你说的啊 来 早上 走走走 爹带你吃饭去 等等 你混着等死我不管 早生不能走 只要我不死 走 我只能走走 你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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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你 我先去把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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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你 你干什么去啊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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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嫂子 咱闺女蛇娃回来了 长高了 好看 我说过 以后她就是你的女儿 这话我没忘 可是 这闺女 她看不上咱们这样的女人 她连我都不肯叫一声娘 还口口声声地喊我老乡 你说怎么办呀 嫂子 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要让她叫你娘 给你烧香 给你磕头 她可以不认我 但是不能不认你啊 这辈子 蛇娃就是你的女儿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老哥 不是我说你 你怎么能让孩子拿枪指着她爹的头呢 还跟她娘说出这样的话 这能怪我吗 不怪你怪谁啊 我说句你不爱听的 这些年你给孩子灌输的仇恨思想 实在是太多了 白叔叔 我参加咱们黄河纵队 是为了抗日 是为了工作 我不是为了回来认亲戚 我更不是 是 格玉夏同志 白叔叔 你这是干什么呀 如果您有时间再去石泉寨的话 请替我把刚才那个军礼 送给格玉夏同志 这是我对她的感谢 也是我写给她的检查案 我曾经在石泉寨 在格玉夏家养过伤 可以说我这条命 是格玉夏同志 还有石泉寨的老乡给的 他们在最关键和最危险的时候 保护了我 但是我却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和期望 白叔叔 你先不要说话 听我把话说完 我们共产党八路军 不光讲抗日 讲勇敢 我们也讲感情 讲人性 十几年前 我们几乎是强行 把葛大妮的女儿 从她的身边带走 送到根居地 送到延安 虽然有些冷血 但是我们的初衷 是希望把她的孩子培养好 可事实上 我们在培养出一个 优秀战士的同时 也培养出一个 无情无义的人 我 这个不是你的责任 格玉夏同志 这个是葛正伦 还有我白两节的食指 尤其是我 我必须要向她道歉 我们坐下说吧 葛大妮同志 曾经因为受我们的影响 被敌人抓进监狱 所谓的罪名是共产党 那个时候 她连共产党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组织都不知道 可是现在 准确地说就是在今天 当她满怀热情地 希望看到共产党为她培养出一个 什么样的好女儿的时候 我们让她失望了 我们让她伤心了 她不是对你一个人失望 她是对共产党失望了 格玉夏同志 你还很年轻 可以说还是一个孩子 你可以耍你的小孩子脾气 也可以不认 格大妮儿这个娘 但你必须要清楚一个事实 你每说一句话 在她的心里面 都不是代表你个人 代表的是共产党 代表的是八路隽 三岁 代表的是八路隽 三岁 一路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